收納玩具最重要是按小朋友喜歡的方式 例如顏色、大小、玩具種類和玩的頻率做標準 將玩具分緩別類 如果帶人收納玩具的時候 可能會把這個放在這裡 帶小朋友可能會把所有黃色的東西放在一起 我們都要尊重小朋友的意願 大部份學齡前的小朋友都未懂得認知 所以用圖像法比較好 我們可以將一些物仔、褲仔、車仔這些圖案 畫上Label上 然後貼在一些收納箱的外面 如果用一些很大的收納箱 我們很難免將所有不同類型的玩具放在一起 小朋友要玩的話 可能要全部倒出來 希望他想玩玩的玩具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小的收納箱 容易小朋友找到他想玩玩的玩具 如果想小朋友自己拿玩具出來玩 以及自己收回玩具 擺放玩具的位置 就要考慮他們的身高 一般來說 如果是放在他們眼到腰的位置 就最方便他們了